汉末三国 我相信很多朋友 首先看到的是罗冠中撰写的三国演义 从三国演义之中 我们了解到东汉末年 天下分崩临溪 战争分歧 曹操 刘备 孙权 三方势力逐渐崛起 形成为蜀无三国鼎立之势 三国逐鹿造就了许多独具特色的人物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足智多谋的诸葛亮 忠厚意气 骁勇善战的关羽 勇猛过人 足中有戏的张飞 才华横溢 心胸狭窄的周瑜 胸怀大志 之才善任的孙权 文韬武略 为人奸诈的萧雄曹操 谈及曹操 我们不得不说 他是曹魏政权的奠基者 然而在曹魏阵营之中 也出现很多比较搞笑的名将 其中以下四位是代表人物 曹操 曹仁 曹真 曹爽 第一曹操 在三国演义小说之中 残暴 多疑 为人奸诈 邪天子 以令诸侯 却又不失求贤若渴 往那天下英雄 重情重义 南征北战 纵横乱世 在其努力之下 对内消灭二元 吕布 刘表 马超 韩岁等割据势力 对外降服男匈奴 乌环 鲜卑等 统一了中国北方 并实行一系列政策 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 扩大屯田 兴修水利 奖励农丧 重视手工业 安置流亡人口 实行租调制 从而使中原社会 渐趋稳定 经济出现转机 在演义之中 曹操是个 比较搞笑的存在 比如在曹操 想要接王后的人头的时候 还曾说了一句 如死后 辱妻子 无自养之 辱乌绿野 谁不知道 曹操是人其控 还有就是曹操赤壁大败以后 曹操于败退途中 多次嘲笑周瑜诸葛亮无谋 可是每次大笑之后 就有一部人马功来 活活了打脸曹操 第二 曹仁在演义之中 是曹操身边的一位大将 不过形象却非常差 跟随曹操南征北战以来 一直以部将的身份单独领兵 却一直被各路诸侯击败 成为整天挨揍的沙包 先是被周瑜揍又被关羽揍 总之是走到哪里 被揍到哪里 无论是老版三国演艺 还是新版三国 都是一个打酱油的存在 我只能说 罗冠中先生真可谓古往今来 把英雄豪杰写成窝囊废的 天字第一号高手 第三 曹真 这位更不用说呢 曹真本是大魏后期的顶梁柱 然而在演艺之中 被刻画的浩大喜功 心胸狭隘 屡战屡败的常败将军 三番四次被诸葛亮及其手下 玩弄于鼓掌之中 最后被诸葛亮气死 彻底让司马懿掌握大权 第四 曹爽 是曹真的儿子 也是一个蠢猪般搞笑的存在 自从曹修和曹真死后 军事指挥权 被司马懿 蛮重等外姓大臣掌握 直到公元239年 病得神志不清的曹锐 好歹算是想起了曹家将 曹爽侥幸登场 成为第三代曹家将的领军人物 然而在曹爽和司马懿的对决之中 曹爽的搞笑和愚蠢 给了老病垂死的司马懿 上演惊天大逆转的机会 本来拥有天子的曹爽 最终选择投降 不久被司马懿杀害 为其愚蠢搞笑埋下伏笔